先前的那四福音师就把它练出来了 他练完之后他听懂自己所练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圣经里面的内容 那这样种子没有练过书 在台湾很多妇女就可以读圣经 这对很多台湾的妇女同胞帮助非常大 那在台湾日据时代 大概从明末郑成功他们带了一批人过来台湾 直播台语就在台湾变成最普通的一种语言 最流行的一种语言 大概85%以上的台湾人都是使用这种河漏话 在讲这种台语 那这种台语我们又分成日常讲的日常用语 我们日常讲的那个台语实际上是最古老的台语 大概一般说夏商周在用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讲的台语 那文读音呢 文读音是东汉末年到宋朝以前 这段期间你练书练的那种语言 练是用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使用 因为从水草、水洋地开始开这个科举制度 就是用科举来任用官员 从水洋地开始 那最大量去科举用彩的就是武则天 因为武则天他抢了那个李家的那个天下 那他不像他们李家、唐朝他们 本来就有他们的族群 他们的那个对唐朝很忠诚的这些文序百官 那武则天抢了他们李家的天下 他希望更多人来帮他来效劳 他对从水草传下来的那科举注度 他就大量去任用 从武则天开始以后 全中国读书人 就是一心一意的参加上考试 先留那个秀才、巨人 然后你如果程度过的话 就去考进士 那进士通过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当官员 大概从县长开始干起 那一直升九品、八品、七品 然后一直升到一品高院 那在这过程你要去考试 你就是要用文读音 那为什么会有文读音 就是说因为在文字的演变 在中国文字的演变 你在读诗跟我们日常的用语 会不太一样 尤其中国的文学 我们从诗经到曲院的词词 然后到魏晋南北朝的国体诗 开始这样演变 还有汉朝的户 到了那个水堂的那个堂寺 尤其堂寺里面的七燕律师 七燕绝剂、五燕律师、五燕律剂 他都很有特色的那种文学表达 在接下来的宋朝的那个宋词 你一定要用很精确的那个温度音 去把它变出来 你才能够体会堂寺跟宋词的特色